有一个这个观众给我们留言 他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个长辈的观众 他想要问的问题是 他现在这个长期都要吃一些固定的药 那他想问说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保险计划 可以把他的药都能够降低药费 然后便宜一点呢 不过他只说药 他没有说是哪种药 那是多高级的药 还是做普通的药 像这样的问题 可不可以请天宁保险张先生 给我们这位长辈一个建议 好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大家尤其长者们 红安卡的持有者 必须要小心 因为你不要只顾着照顾 看病的保险 而忘了你还需要买药 这个药的计划很严肃 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吃的药不同 就像小米刚刚说的 你是基础病的药 还是一个很昂贵的 开完刀的药 那这个做完化疗的药特贵的 那你说怎么办 还有几个药很贵 一个过敏的喷剂跟眼睛的眼药水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贵的药 那他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我不清楚 他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等计划 能够cover他的药呢 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保险 假如说你是红安卡加一个HMO 你就有包药的福利 假如说你是红安卡加上 Supplement的我们说的PPO计划 那你不可能没有怕的低压 也就是药计划 那你这两个情况 你都会有药计划 那怎么会听起来 好像说他没有药计划 他需要一个好一点的 cover他的药 所以这个就要小心 你本身就有药计划 假如你要比较 说我现在的不太好 我想换 你现在赶快换 赶快跟有认证的保险 认证的经济 做三月底之前提出要求 现在有个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第一次的机会 不是去年的10月15 到12月7号吗 所以呢你现在就要赶快 做第二次的机会 来赶快你的药计划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们 赶快你到底是什么药 叫什么名字 然后是吃什么的 赶快拿去给这个 专业保险经纪人 让他帮你做分析 好的好的 因为假如说他可以的话 尽管跟我们天宁保险来联络 因为我老张卖瓜 还是认为我们的服务好 对对对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天宁保险张先生 我说实在的 因为各式各样的健康保险问题 不管你是长辈朋友的 又或者是这个年轻人的 1到0到65岁的 其实这个专业的健康保险的 这个经纪人真的很重要 天宁保险张先生 就是在我们洛杉矶 已经服务了20年了吗 是不是 24年 哇OK 好的好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常常都是最受用的 再次感谢我们天宁保险张先生 谢谢谢谢 我们不客气 拜拜